花莲县政府清明扫墓节 辩明措施从3月20号到4月2号 开放民众在13乡镇市户镇事务所领取鲜花 4月3号、4月4号在公墓、纳谷塔、八磅、鲜花 还有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后来民众可以踊跃领取 清明节是中华民主传统重要祭祀的节日 家人共同祭祀扫墓 缅怀仙人恩泽县府民政处长林静虎表示 华仙人府为了传统追思禁足的美德 均催鼓励民众返乡祭祀 自民国102年开始规划清明扫墓编明服务措施 在池山江镇市、护镇事务所 以及公墓、纳谷塔等据点发放鲜花 以及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生活民众好评 今年为了因应新冠状肺炎防疫工作 服务台均备有消毒酒精以及防蚊液 供民众来使用确保民众卫生的健康 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清明扫墓便免服务措施呢 又开始这个推动了 那我们的这个活动时间呢 是3月20号到4月4号为止 那3月20号到4月4号这段期间呢 我们在13个乡镇市的护镇事务所呢 都有提供鲜花的领取 那其中在4月3号跟4月4号呢 我们还在比较大的冰状设施服务据点 设有这个服务台 来提供民众领取这个矿泉水 那还有这个防蚊液 那让民众在扫墓的时候呢 也可以防蚊 那也可以比较轻松 那另外还有手套 手套我们也提供给民众使用 那因为这个清明扫墓呢 是我们国人非常重要的这个活动节日 所以我们也鼓励乡亲返乡来记住 那县政府也提供了返乡专车 那这次的返乡专车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有剩下一百多个座位 包含了这个回花莲跟回台北 都还剩下一百多个座位 那这两天民众可以利用我们上班时间 上午9点到下午5点呢 来我们县政府民政处取票 欢迎大家踊跃使用 1110年清明扫墓辩明措施 截至起开始到10月2号 民众可以利用上午8点到下午4点 前往各乡正式乌生宿所领取鲜花 4月3号和4月4号 在各公墓纳谷塔设置服务据点 也欢迎民众前往领取 记得节奏华晨博导